风不露力量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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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运会田径男子白米飞人对决上演 中国男队已经在过去三届比赛中拿下其中两届亚洲飞人冠军的头衔 包括上一届在雅加达见证苏炳天的亚运会记录9秒92 谢振业的个人最佳成绩是9秒97 本次半决赛跑出10秒03 虽然不能说能破苏炳天的亚运会记录 但绝对是夺冠大热门 其他决赛对手还没有人跑进过10秒 决赛的过程也的确与预料中的一样 谢振业表现优异 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帮助中国队连续两届比赛拿下了亚运会男子白米冠军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场决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